腌制的萝卜干好吃下饭 深受人们喜爱 去河南周口看一看它的具体制作过程 在河南周口市泰康县的一个加工厂里 工人正忙着把新鲜的萝卜切成条 再把切好的萝卜条晾晒 腌制 腌制之中就是放了有小米辣呀 生姜呀 沾上各种调料 腌制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入干了 入干之后的一个星期就可以吃了 加工好的萝卜干条色泽黄亮 脆嫩清香 微甜味美 提起萝卜干的做法 爆炒萝卜干深受大家喜欢 据李春霞介绍 他家种有300多亩萝卜 今年能产萝卜2000多吨 由于萝卜干市场越来越好 他自己种的萝卜不够用 于是开始收购周边农户种植的萝卜